老实说中国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 特别过去前几年一片心很红时, 可以讲甚麽鬼话都讲得出, 任正非写一本书说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那本书我当年在深圳见到觉得好笑, 看了企业就决定不买, 跟着浙江说过要台积店都帮你买起, 讲到这样,现在宣布要破产, 其实它这些比较大, 但其他好像泡沫炒起一轮, 事后跌下去的相当多, 早两年多在浙江有一间 说全世界最大投资最多, 以八亿美元计,以千亿美元计一间晶片研发, 结果几个月就玩完, 有某间汽车公司说, 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电动汽车供应商, 结果什么都无东西看, 类似这些泡沫爆了也相当多, 甚至小米他说五年之内取代苹果, 现在怎样呢, 现在变成一个普通电器生产商, 所以其实问题跨海很容易, 但要做要很多条件配合, 还有国内有这些特点, 一心红起上来就什么鬼话都讲得出, 对后来都做不成, 我觉得紫光这次这件事都一样, 只是另一个泡沫爆破, 我相信类似泡沫已经相当多了, 看来也会继续陆续有来, 你见最大的地下商、宏大那些都出问题了, 所以其实自己认得是无用的, 都是要靠一个合理的发展, 国内自己有个体制, 得到国际社会全世界接受, 这个才是成功之道, 你看日本过往的汽车厂、电器公司, 为何可以跑出日本走向国际, 到今日你说日本没落了, 日本车型都是全世界最能卖的车,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打中臉冲大头鬼无用, 真要有实质基础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刚才讲的泡沫, 紫光、小米、华为这些泡沫一个一个爆后, 这个教训应该大家都要吸取, 现在问题是这些企业, 包括刚才第一节讲到上市又遇到困难的公司, 其实问题都是一个眼两边, 都是一个体制不完善, 以及在官商拉扯合作的情况下, 一时之间透过制度性倾斜而造成这种优势, 这种优势因为是靠权势去推动, 不是透过实力的推动, 权势推动第一未必一定持久, 第二权势会变, 自然之间出到现在的处境, 大家就会双松跟起降, 结果各自暴露彼此问题, 所以我觉得逐步逐步有一些国内大集团, 出现资金问题, 甚至一些引起金融其他环节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其实已经不能排除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各方面都很小心, 而李克强那句话正正在反映问题, 就是北京当局政府自己在过去用很多钱, 去顶住一些问题, 掩藏一些问题, 譬如扔了钱去做疫苗研究, 结果疫苗外交输了现在, 到处都不认你, 泰国都说不认你第二针, 你要打第二种, 那已经输了, 但扔了不少钱下去, 你过去一年为了要表现国安法无事, 扔了很多钱来香港顶香港股票市场, 最近一样想是否继续顶, 顶到何时呢, 我觉得造成的问题是你涂空自己的荷包, 但无解决问题, 事实上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结果是涂空自己的荷包, 甚麽都做不到, 所以李克强的说法值得我们换味, 其实你说灵活就业, 讲述些就说现在不行了, 今天大家做小贩, 讲清楚些, 怎样是小贩管制区, 小贩特区, 这意思而已, 他说的人数不少, 二亿人, 二亿人, 而且一年前有位北大教授都说了, 国内西洋情况实际上超过二亿人, 再加上有很多数字都无计下去, 你虽然说很多民工回到醒来无公开, 变成城市边缘群体, 这个在深圳在珠三角很多, 很多报道都有讲过, 他说有些回了乡下, 田都无得交, 因为田都起了楼, 起了都无人买的楼, 真是变成国内很多很有趣的术语包装, 这叫农村的多余劳动力, 实际上真是无事做, 我相信算完这数下去, 所谓灵活就业人口, 加上农村的限制劳动力, 加上城市所谓边缘社群, 这个数字我无数字在手, 不过我相信这个数字, 如果李克强都说有2亿人是宁活就业, 这个数字可能是2亿人的倍数, 那你便想, 你可怎解决问题呢, 引人子, 但现在这个问题连引人子都不通, 如果引得通就不用连奖金取消, 过往我认识了一个人, 在山东一间大学教书两夫妇几年前, 他只工很低, 只是一年年尾分的花红, 两工科合乏接近200万, 买别墅的走去, 羡慕死我们香港的穷教书佬, 有个朋友在城大一份工好地地, 不教,回到国内一间大学教书, 事后见到他告诉我, 其实人工低很多, 不过很多其他收入, 改卷有收入, 逐份计算钱改卷都, 收研究商有收入, 计算不太远, 说过听他在广东那一层楼, 又是羡慕死人, 这些灰色收入就是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下创造出来的, 即现在如果真是有二亿灵状就动人口, 或者我刚才估计连边缘社群或农村正月劳动力, 可能不倍数计, 甚至现在连国家有多大企业都出现资金短缺或资金缺口的问题, 有些公司上不了市, 跟着问题是连这些过往较为受保障的国家职工社会企业所谓机构, 如果大学这些都停发奖金的话, 问题都似乎是现在初期跡象而已, 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 可能真的会火烧连环船都不顶, 二十年前有几位外国学者写一本书叫做《光棍》, 讲中国的难多女小问题, 其中他已提六个警告, 其中一个警告说在感冒社会, 其中一个吸纳光棍的最佳方法, 就扩大纪律部队和军事实力, 二十年下来似乎他预计有些准确, 所以现在多了很多城堡人在, 再加上现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 中国确实有苗头, 它是要靠一个较为强大的军事系统, 来养住一些人,这是第一, 第二亦都要用这些人去振服国内可能出现的动荡, 以致反抗苗头, 你怎知何时古巴式暴动不会在大陆出现, 没得猜, 第三,你现在国际环境越来越孤立, 我觉得这种国际环境孤立和国内经济去到一个樽颈位, 或者国内企业走出去到一个樽颈位, 加上静余生产力无处寄托, 造成结果在一个相对威权式的政体下, 走向军事冒险的可能性真的会大, 所以你十年前问我, 我会相信台湾的统一问题都是要和平解决, 但到今日我可能真的会多些相信军事冒险 去处理同一问题的可能性正在提升, 我不是赞成,我十分不赞成, 不过我会觉得比十年前比较,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高了, 而这种高了就是正在讲自己制造一个恶性循环, 和一个很充满敌意的环境下, 而促成一些内部变化, 对内你要加强一些军事力量,武装力量, 纪律部队的力量去控制以防古巴式的苏联出现, 对外你要用军事冒险去安定国内民心, 去回应国际社会对你的怀疑和不满, 我觉得一个问题而已,这局面是谁造成的呢? 以前香港很多人支持民主回归,包括我, 为何今天我会说我觉得被人出卖了? 我经常说自己是和理非,我确实是和理非, 但我有时都觉得我这种和理非被那种勇武炮骂 做真是抵死的,自己下来坏的,为何要这样呢? 我希望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了。